字幕志愿者 杨宗盛 冬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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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去注意哦 冬天子 蛮菜 他跟你们讲的是什么 那个古种是怎么样 包米是怎么样 我们都要记得哦 为了教导孩子们懂得珍惜食物 北海慈兹幼儿园老师们 带着都市小朋友到农村 体验农服的耕作辛劳 老师特别还让这群都市孩子 踩进泥土里体会 那你是不是有看过刀田吗 没有 漂亮吗刀田 为什么它漂亮呢 因为它是这么漂亮 要感恩农夫 不要让农夫辛苦 所以你要怎样 所以我要 干干净净 不要让农夫翻 古早人啊 就是说 饭没吃完就倒掉 会让你讲 讲哦 这种的呢 对 教义啦 就是要人人 要珍惜悟命啊 现在常常听到 病虫口入啊 我们一定要来推动 家家夫妇呢 尽量不要在外面吃饭 回家吃饭 家庭吃饭的教育规矩 啊 幻州上呢 要有公块母子 同时呢 吃饱饭啊 以后呢 我们一定要用个开水 把餐盘里的油啊 也洗干净哦 倒在碗里 那碗里呢 这饭粒啊 也要把它洗得干净 就这样喝下去 那我喷水呢 一点油水都没有了 洗碗的水 还是很干净 还可以呢 应用再洗其他的 住在马来西亚冰城的 成绩砖 是非常成功的实业家 生活很优渥 但他却力行 西服哲学 家里电器要用到坏掉 完全不能修理为止 雨伞的骨架 轻轻一磨 插进回收来的竹子里 就变成挖粒子和莲子壳的 食用小刀 回收来的物品家电 经过成绩砖的桥手 常常都会化腐朽为神奇 我自己本身 我不大不大不大 不大多难花钱 不过有时候在好像 在帮忙别人方面 有时候我发的 更加适合的 修理一点 我都不跟人家收钱了 换了零钱送给人家 那所以我们呢 要好好的在生活中呢 来活活谨慎 还要克服我们的意念 要好好的消除掉 我们的无名贪嗔痴 那要调伏下来呢 那样的供高傲慢 要知福惜福 大家如果一天生活 要10分的万象呢 我们得分就好了 那欠两分的 来为苦难的重生付出 这都是最近一直在乎一的 八分宝 两分助人好的精神 不分年龄 不分贫富 不分阶级 只要在生活中减低欲念 就能帮助人 循环大爱 造福人生 总而言之 一切呢 都是要从每一个人 自己做起 不要天下事跟我无关 我们人人都有关啊 所以请大家 眼光要放远一点 所以我们的心 真的要开阔一点 想想别人 要检讨自己 请大家要时时多用心